《理財分半鐘》 《財路自然通》 《理財分半鐘》 林修榮 已經設立了遺囑或生前信託的朋友 在家庭情況有特別改變的時候 都應該考慮是否應該更改這些文件 甚至將一些已經指定的受益人 Beneficiary的名字更改 有些男士在配偶過世之後再娶太太 都應該考慮儘快將遺囑或生前信託修改 要修改遺囑或生前信託 是應該回到以前為你設立文件的律師 一般的律師都不喜歡修改其他律師設立的信託文件 假如你的文件已經設立多年 不妨是請律師為你審查一下你現在的文件 看看是否應該重新訂立新的信託 是否可以自己設立信託呢? 法律是沒有規定信託一定要由律師設立的 但是生前信託是一份法律文件 內容和遺產法例和稅務都很有關係 所以必須找專門處理遺產規劃的律師辦理 按你自己家庭的情況和個人的需要 來為你設立信託 是不應該自己由互聯網或其他途徑 自己來做信託以免因小失大 我是林修榮,下次再在《理財分判》中見面吧!